豪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恐怖电影《作鬼伏魔》 电影从一家酒吧开始 但是有一个房间的画风非常的奇怪 一个四眼仔却在和僵尸跳舞 不过跳的还是不错的 画面转到酒吧的外面 就在众人嗨到高潮的时候 大批的僵尸出现咬伤了很多的人 就在一个小胖子被僵尸追赶的时候 穿着道袍的男主出现把僵尸制服 画面转回到四眼仔所在的房间 原来这是个僵尸酒吧 背后炼制僵尸的就是四眼仔 四眼仔与上级小胡子商量后 决定让两个僵尸美女去找男主的麻烦 画面一转男主是个道士 手下也有三个徒弟 分别是美女小雨胖子和四眼妹 几人过着修炼而又打打闹闹的生活 某天晚上四眼仔和师姐长发女 带着两个美女僵尸来找男主的麻烦 随之这一切却被男主一眼就识破了 到最后不仅把僵尸打死 还将长发女抓了起来 本想通过一些手段 让长发女说出背后的大抱子是谁 但谁知这一切却被胖子给搞砸了 长发女也趁机逃走 没过几天 小胡子又派来了一记僵尸来对付男主 不过这次僵尸还算有点质量 不仅把男主打伤 还把四眼妹也给咬死了 幸好最后 胖子机智用糯米水把僵尸给烧死了 小胡子得知这次行动失败后 决定研究僵尸王来对付男主 而男主为了给四眼妹报仇 也带着胖子和小雨回到了山上的道馆 决定把祖师爷召翻上来 求得解决这一切的方法 祖师爷听过男主的叙述后 猜想这一切大概是小胡子所为 因为小胡子当初和男主本是师出同门 所以之后来小胡子走了歪路 祖师爷才将他组出了师门 最后这祖师爷将毕生所绝 控尸大法传授给了男主 让男主有所防范 第二天 男主在教小雨控尸大法时 吩咐胖子去买对付僵尸的东西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就在胖子拿着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小僵尸 于是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 但是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胖子跟着小僵尸来到了小胡子的秘密基地后发现 小胡子和四眼仔正在制作僵尸王 胖子急忙跑回家将此事告诉了男主 男主二话不说 穿着道袍就跑了出来 当然也不出意外的遇到了很多的僵尸 不过男主很快的就把他们给解决了 紧接着男主的师弟小胡子出现 为了争得谁比较厉害一些 两人就打了起来 现在这时僵尸王突然出现 小胡子一看援兵来了 秘密基王嘚瑟的说让僵尸王去收拾男主等人 但随时僵尸王却失控了 转了个身就朝小胡子打了过去 男主一看这形势连小胡子都hold不住了 于是秘密基王和徒弟们一起上阵 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僵尸王还是把男主的人打伤了 男主无奈只能和小胡子一起援手把僵尸王给交灭了 这电影也就以僵尸王消失而结束了 说实话看到最后还是蛮搞笑的 两个本来到不同不相为谋的人 到最后居然被一只僵尸王给搞复合了 这剧情也太他妈草率了吧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